前面计算,我们计算了我们的Response Table 但是当有交互作用的时候不要忘记 完整的Empirical Model还要包括交互作用 所以在这边我们的Construct交互作用表跟交互作用图 T跟E的交互作用这两个水准 所以T1,T2,E1,E2 然后你这四个值你可以从你的实验值里 因为在L8表里面有两个T1,E1 把那两个T1,E1的Data 两个Eta的Data值拿出来取平均 你会得到这个值 同样的其他也是,我想你应该会计算这个才对 然后你把它画成Graph 画成一个Interaction Graph 我们事实上可以稍微计算一下 来印证一下我们刚刚那个定义 OK 我们分头把这四个值把它写在这个地方 -0.560在这里 然后-1.162在这里 这个当然是T1,T2 然后这个所代表的是 E1在这里,E2在这里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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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一个 后面的这个距离 跟这个距离它们之间的差异 OK 这好像是有一些的差异 应该是 这里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 因为这 这个是E1 这是E2 这是E1 这是E2 OK 那应该是E2-E1 这才对 所以应该写 应该写成-0.400 减掉0.112 这样才对 这样才对 这个才这样才对 OK 跟这个刚好是差一个符号 OK 同样的 这后面这个部分 OK 那么这个是E1 这是E2 OK 所以应该是-1.162 然后呢 减掉-0.560 OK 应该是这样 OK 然后呢 两个相减 OK 然后再取负号 OK 应该是这样才对 然后再取负号 OK 然后你得到的是-0.009 OK 好 然后呢 我还要再除以2 然后等于-0.045 应该是这样子 OK OK 那么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定义 因为这样子跟我们前面所计算出来的交互作用才会一致 OK 好 有了前面的Response Table 还包括这些Response 这些Interaction Table以后 那表示我们的Empirical Model就完整了 OK 在下一张投影片 我们来Test一下 我们来Verify一下 我们的Empirical Model 是不是足够准确 也就是说 跟我们的Empirical Model 是不是足够的准确 这些敗产给我们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